我今天跟朋友約吃飯 結果超瞎 我以為是明天 結果人家已經到了 那我還好我坐小黃趕過來 遲到了超過十幾分鐘 那等一下就進去吃飯囉 看看我今天跟誰吃飯 嗨大家好我是貫復 這是問世凱 嗨大家好我是問世凱 我是潘血管的同學 同班同學喔 哈囉我是沈耀恩 你來插花 沒有插花大家來吃飯 欸我們今天為什麼要吃飯 今天是因為我覺得我好久沒有看到阿潘 然後我前幾天常常跟他吃飯 因為他前陣子生日 然後就想說 欸那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攝影師朋友 依恩 對然後就想說那大家再 約在這個飯店吃個烤鴨 聚聚 沒有其實呢他說要講嚴肅一些 表示說最近因為疫情 讓大家人跟人之間的距離拉得很遠 你知道整個社會變得很冷漠這樣 所以他感覺像我們 他說他是藝術家 沒有嚴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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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都沒有戴口頭 我剛才本來想問 那個打開後面來問問大家 各位你們猜一下 我跟溫世凱誰是阿潘同學 哈哈哈哈 一猜也知道我比較有藝術氣息 都有啊 都有啊 不要很嚴肅 我們很輕鬆嘛 其實最有藝術氣息在那邊 他帶眼鏡佑的男子 我昨晚問世凱哥說 欸 今天會不會是那個艷術 是要與人節氣化 哈哈 對 真的 他真的問我 我還在想說 我還笑兩次 我說 欸對齁 但是 很想反問他 我還想說應該不會 所以我想說如果來都沒有人會認 我們都這個 認識那麼久 我不需要玩這種無聊的遊戲 我超扯的 我真的還忘記耶 我以為是明天 是喔 對啊 我剛在Cony的時候你在捷運上嗎 在捷運 剛好 在谷地站 其實你知道嗎你好難找 我WeChat找你 我FV也找你 我IG也寫你 人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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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聲大師 誰師在跟妳寫聲 誰師在跟妳寫聲 對不對 人家在專注寫聲的時候 不會像你一天到裡面看這個 我不是跟你講話 你可以比較大的 沒有沒有 前輩就是這樣 你看各位 前輩 大家就知道說 你知道我當初多討厭他 對不對 這些都是事實 我們回到大雲食堂的錄影現場 班椅師 他有腳架拿出來 等一下他 會有感覺在上班的感覺 時間到了 要開始了 各位我們都是藝術愛好者 防藝不防藝 防藝 但是不防我們藝術創作者藝 應該很多都是阿潘的同學 對不對 阿潘的學生 對 很有 跟你們說 你們跟對老師 沒有阿潘 沒有現在的我 對 對 你看 多會講話 等一下 沒有阿潘 我根本不想理他 你知道嗎 真的是因為他講的那句話 我有個 喔 我說我翻學官 他說對 我們傻眼 對啊 對啊 哇這個很 這是 這是什麼 鳳爪 你在錄影啊 對啊 這是什麼 臭豆腐 欸是吧 阿潘有的時候我真的滿佩服的 這是臭豆腐 這是蘿蔔瓜嗎 因為我在錄影在講這個話 因為你是一個思想很活絡的人 大家都不能出門就開始弄直播 對啊 欸 這要學 這個很 太誇張了 你們看這個 EAN這個滿專業 這很專業 這很強 這個 這個 所以 這個 我們要學 所以EAN我要跟你學這些 哇 這個 這個 太屌 小朋友 我 第一次 親眼看到網紅 對 欸 欸 阿福這個要學 你是網大師 這 這很酷 他還說 你全家台是大師 哈哈 欸 你這很誇張 是不是 盤子都好看耶 光很重要 沒有 沒有 你這 太屌了 你這才是專業 網紅 配備 好了沒有 好餓喔 你看這個 這個很誇張 這是我們今天要吃的鴨